弄上了 OK 要是没客人 我是要多擦 好 嗯 我们开始讲了 林老师 这个这周的PPT还蛮成的 但是其实大部分的重点的内容 都在后半个PPT里面 所以我先把这个重点的部分讲了 OK 然后讲课之前呢 我们 我再把这张图 把这个表格和这张图放在这里 你们在那个叫什么 package上面也有 就是说我们再回顾一下 我们上一节课 我们试听的时候 说到的关于 我们的贴写里面的一些concept 重要的一些内容 我们再回 记忆一下 因为我们 从这节课开始 就基本上都讲这些内容了 OK 那么跟之前的probability 就完全不一样了 哦 首先 还是最重要的呢 是这两个东西 这是你们一定要 就是说有印象 它是什么东西 首先叫做parameter parameter 也就是说没有带head 也就是它原本的 mu p theta sigma 你也要知道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 mu 一般来说指的是我们的一个命 一个平均值 OK 然后p呢 一般来说指的是我们的propotion propotion是什么 也就是比例 OK 男女比例也好啊 年龄80岁以上的比例也好 等等 这些是比例 然后theta呢 只带的是几乎可以说是所有的parameter 也就是说你叫不上名字的 它也不是命 也不是propotion 也不是这个 也不是standard deviation等等 其他的 比如说一个probability 对不对 比如说 这骰子知道几几几几的这个概率啊 这些东西 那么你没有给它一个固定的东西 把它都叫做theta 都叫做theta OK 那么这些没有带任何theta 什么的东西 它就是一个true parameter 也就是真实值 我们所说的真实值 就是说真实存在的一个值 那么一般来说这个值可能我们不一定能够真正的达到它 因为就是这个值虽然是真实存在的 但是我们通过我们所现有的方法得不到这个值得不到这个值 可能是比如说population太大呀 比如说计算的这个方法太繁杂 我们得不到 那么怎么办 我们就会用theta theta theta 也就是说去估测它 估测它 那么这些theta 我们的这些notation 注意这里我们上节课有说的 x bar 它其实只是mue的一个theta 中的一种 那么关于mue的theta 我们一般都统称把它叫做mue hand 也就是说任意一个parameter 它的theta 我们都可以在它上面直接加一个hat 直接加一个hat 也就是它的theta 那么x bar 其实只是mue的一个theta中的一种 好 然后p它的theta就是theta 那么这里的sigma 比较特殊的我们 我们也可以把它写成sigma hat 它和我们的x bar是一样的 这里的s指的就是sample standard deviation 这是sample standard deviation 而我们的x bar就是sample mean 我在前面加sample的意思就是 但凡加sample 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true的值 是你得到的这个sample里面的值 OK吧 它不是我们真实的population的值 population的值 那么它们有什么区别 也就是说下面这张图 比如我们一般是怎么来操作的 这个我们上期可以说到过的 我们回顾一下 就是说我们想要得到的是真实的parameter 在这里 那么真实的parameter对应的 它的population size可能非常的大 比如说我们来叫个大N 这是我们真实想要考察的population 好 那么它太大 所以这里我画的是虚线箭头 我们得不到 OK吧 得不到 怎么办呢 我们就只能在这些population里面 收集一些sample 收集这些units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它的数量 就会比较的小 比如我们在这里 比如说sample 它的unit 比如说有小N个 小N个 比如说大N可能是100万的话 小N我可能就去100个 100个 好 那么收集到了这些sample之后 我们对应的去找它的这个parameter 对应的这个assimator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的是 这个mean的话 我们就去找它的samplemean 也就是x bar 如果我们要的是p的话 我们就去找对应的p hat 也就是sample里面的p proportion OK sample proportion 那么如果我们要找的是standard deviation 的话 OK 那我们就去找我们sample 里面的sample standard deviation 用它来assimate 用它来assimate 也就是说 我们就说这样一个值 可能大概 我这个真实的这个p 可能大概会在这个值 可能大概会是这个值 有一定的概率 有一定的概率 好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整个流程 那么你要知道什么parameter assimator 它们是什么关系 这张图 你要就是说整个248里面 你都要记在你的脑子里面 记在你的脑子里面 好 那么这一周呢 我们都开始讲我们的assimator 首先我来给你们区分两个概念 两个概念 两个概念 有 知道什么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做pointassimate assimate的概念 pointassimate 就是说 我们的assimeter呢 其实 总的来说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random variable 它是一个random variable 怎么说 比如说我这个theta是一个真实的parameter 真实存在的参数 那么我去用什么去assimate它 我们用的是theta hat 是一个assimeter assimeter 那么这个assimeter 有个学生说 那它是一个具体的值 还是一个什么东西 其实你就像x bar来说 比如说 我们想要一个 我们想要的是mu 比如说我们要的是mu 对吧 好 我们比如说提取的sample 我们提取10个sample 也就是x1 x2 x10 他们都follow同样的 一个distribution 我们不知道随便一个distribution ID 他们都follow同样的distribution 为什么follow同样的distribution 因为他们是同一个distribution里面拿出来的 或者说他们是同一个sample里面得出来的一个sample ok吧 所以他们都是follow 一般来说都会follow一个rid 就是identical independent distribution 好 那么你们知道我们一般用什么去assimatemu 比如说我们用x bar去assimatemu 还记不记得x bar是什么东西 x bar就是sample mean吗 也就是sum n分之sum of x i 对 sum of i是从1到10 就是说n分之x1加加加加一直加到x10 ok这是我们的x bar 那么这个x bar我们给它的名字叫做assimator assimator 它其实是什么 你想x1到x10其实都是同样的distribution的random variable 对不对 那么x bar它其实是什么 是function random variable吧 对 它其实就是一个function 我们一般把它叫做function of我们的sample 它是一个function of我们的sample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sample是 如果它没有具体值的话 我们相当于是一个random variable 对不对 那它assimator其实也是一个无论公笔写 random variable 我们说这个的意义在于你要知道x bar它其实是可以有什么 有distribution ok 有expectation 有variance 这些random variable该有的东西才应该都有 ok吧 所以assimator它本质上来说它是个random variable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有第二个概念叫做point 有的时候我们不写point直接叫做estimate 这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就是带入了具体的值之后的我们的assimator 可以这样理解 就是说这个时候 比如说我告诉你 x1等于5 x2等于3 等等等等 x10等于 比如说4等等等等 好 然后你再把我的x bar带你去算 n分之sum of xi 这个时候比如说我等于4.5 ok 那么这个4.5就是我们的pointassimate assimate 也就是它是有具体的值的 ok吧 它是一个具体的值 也就是说我把我的这个sample的值带进去之后 它有具体的值 ok吧 所以你区分的两个概念 一个叫做assimator assimator assimator 它是random variable 它是random variable 因为它没有 这个时候我们没有给它挂具体的值 它是一个function 它是一个random variable 它可以有什么 它可以有 distribution 对吧 它可以有 expectation variance 但是我们一般来说也就考察这些东西 expectation variance 对 对 那么pointassimate 指的就是我们把真正的这个sample 我们把真正的这个sample 代入到这个function里面 因为它还是一个本质上是一个function 它可以有值的 那么也就是说assimate assimator 对于同样的assimator来说 我们其实有很多可以有很多不同的assimate的值 就是assimate可能都是x bar 没错 但是我们取不一样的sample 它应该就有不一样的值 ok吧 就比如说我x1等于我x2等于3 x10等于4的时候 我可能出来的这个assimate 它的值是等于4.5 那我要是换一组sample 我x1等于10 x2等于9 x10等于比如说12等等等等 我这个x bar出来另外一个值是10 所以x bar它不变 ok我一样是用这个x bar它去assimate 我真正的这个mean 我用我的samplemean 去assimate我真正的mean 但是可能对于不同的sample来说 那你代理去的值不一样 你的这个pointassimate 它的值就不一样 ok吧 所以这个是你需要区分的两个概念 首先 这个到我们这节课的最后 我会再给你们提 做到练习题去练习一下 好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提出一个问题 首先就是说什么是一个比较好的assimate 什么是一个比较好的assimate 是没有误差 还是比如说variance比较小 还是说它是趋近于我这个assimate 怎么怎么样 我们有不同的评判标准 那么对应了我们4个不同的property 那么这4个property 我们这节课先讲前两个 unbiased和consistent 那么后面两个可能要等到好几节课之后了 因为我们要根据不同的assimate去找它 好首先我们来讲两个 一个叫unbiased 一个叫consistent 什么是什么是 首先翻到下一页 我们首先讲什么是unbiased 什么是unbiased bias这个词它的意思是偏差 它这个意思叫做偏差 那么unbiased unbiased它其实非常简单的一个性质 你们就记一句话 就是说 你可以写在旁边就是 我的这个assimate的expectation 就等于theta 就是你的这个true parameter true parameter 我assimate的expectation 或者expected value 就等于我的true parameter 就是theta 这个就是unbiased 那么我们延伸出来的一个新的一个量 就是一个词叫做bias bias指的就是偏差 那么在这里指的也就是你的expectation 减去你的theta的这个值 expectation estimator 减去你的true parameter的值 那么这个叫做bias 这个叫做bias 所以unbiased也就是它的语理 bias的语理 okbias的语理 所以我刚刚为什么要跟你们说assimate 它是个random variable 因为这里你就可以去找它的expectation 它是有distribution的 比如说我们刚刚的x bar 我们可以说它是approximal like following normal distribution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它就有你的expectation 它有distribution 它有variance等等等等 对不对 还记不记得x bar的expectation 跟variance是什么 x bar的expectation就是mu 也就是你的x1到xn的这个mu 而variance是等于n分之signal分 对吧 这个我们之前推讨过的 不要忘了 每个都给你们说 放在这里写影片 ok吧 所以这个unbiased是很简单的一个东西 那么有的人说 那我这个θ的值 我又不确定它等于解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不知道θ的值 所以才要去assimate 对不对 所以我们是不是不知道它是unbiased还是biased 其实没有什么问题 其实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说这里 在我们248里面 基本上来说 跟247有很大一个区别 就是我们很多地方都不会带入真正的数值进去 它只是一个推导 也就是说我只要推出expectation of θ θ hat 是等于θ 那么你就可以说它是unbiased 或者说 你算出来它不等于θ 什么是不等于θ 比如说θ加1 对 比如说 n分之θ 那你就知道它肯定是不等于θ 所以它一定是biased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概念 那么在下面衍生出来的一些东西 在这里跟你们说一下 首先我们的这个θ hat-θ 这个叫做er of estimation 这个没有 不是那么的重要 在这里不是那么的重要 你们可以打个小三角 还没有那么需要去用到它 只是为了衍生出我们后面的这个min square error的东西 它叫做error of estimation 那么我们的min square error min square error 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就是 在这儿 expectation θ hat-θ的平方 expectation θ hat-θ的平方 min square error 那么这个东西 是什么意义 其实是完整的去找我们这个θ hat的这个error 也就是说 bias它只是偏差 它跟variance不一样 你可以去看variance和bias 它们两个其实是不一样东西 variance你可以想象成是θ hat自己的一个误差 自己的一个误差 而bias of θ hat指的是 θ hat它对于θ的一个怎么说的一个偏差 你们可以这样去理解它 那么总的来说 总的来说 我这个θ hat有多少的误差 有多少的这个差距 我们都是我们可以用min square error去 这个怎么说呢 去测去测定它这个θ hat有多少的这个误差 明白吧 所以它的这个标准的式子是 expectation θ hat-θ的平方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推导得到它是variance of θ hat 加上bias的平方 我记得这个推导里面上课 老师PPT上是不是讲过 我记得另外讲过 我们先把它放一放 我们先不在这里做一个特别大的推导 因为我们今天讲的那种还蛮多的 如果之后有时间的话 我会回来讲一下这个推导 这个是一个min square error 它的意义就是说 它的这个整个的加起来 才是我真正的θ hat的一个error 包括自己的virus 包括我的bias 当然这里是bias的平方 去测定 因为virus它其实本质量也是standard deviation的平方 对 所以这个才是还真正的误差 不仅仅是bias自己而已 好 我们可以来做一个example 我们是收到y bar 它是个on bias 这其实没有什么好讲的 因为我们之前已经给你们推导过了 对不对 就是说expectation of y bar 你们刚刚 你们之前应该已经做过 就是n分之 expectation of sum of yi 对不对 这个已经可以做为一个结论了 没有什么好说的 好 那么我们只要推出expectation of y bar 是等于 你看y bar它是一个asmator 对吧 它的expectation 是等于我的true parameter的 那么我就可以说它是个unbiased estimator unbiased estimator unbiased estimator 结尾 还记不记得s的平方是什么 s的方是什么 s的方是什么 就是sample varis sample varis sample varis sample varis就是 就是 ins Gonzalo is 分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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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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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到sum先把sum里面的东西给我拆开 先把sum里面给你拆开 也就是说你要show的是什么 variants of s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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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们来看一眼 其实就是你把整个东西做一个 这边我写错了 应该是expectation 也就是你要去算它的expectation 可以 那么其实 你可以看一下下面是n-1 对不对 它是concent 这字体大家都看见 好n-1 它是concent可以直接把它提出来的 也就是说你要算的 其实本质上来说 就是后面这个东西 expectation of some i-1到n y-y2的平方 对吧 好我们就整体的把n-1 拿出来 那么我刚刚说过 判到some 什么什么的平方等等等等 some什么东西 你先把some里面的东西给我拆开来 因为some这个东西呢 它是一个 比较抽象的 它其实就是把它们都相加嘛 对不对 所以你要把 你在外面加一个expectation 没有任何的意义 所以你要尽量把expectation 放到some里面 因为some都是加号 对吧 expectation是可以放到加号 加减号里面的 所以你先把some提出来 先把some里面的东西 给我找一下 some什么东西 是 y-y半的平方 也就是 y-2倍的 y-y半 加y半的平方 好 那么这个时候 你可以把expectation给放进去了 因为它都是some 对不对 所以你看一下 这里就是 some i的1到n expectation y-i的平方 注意 这个平方是在里面的 ok吗 因为它本来就是平方 你不能直接把它写成 e-y-i的平方 应该是 y-i的平方 是在expectation里面 因为它是个function 好 减去 这个时候 就是 就是 两倍的 对不起 先把这个放进去 减去两倍的 expectation 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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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下 应该先这样写 还是先把expectation给它拿出来 先把expectation拿出来 我们还可以再画解释 这里 你看一下它some的是什么东西 它some的是i等于1到n 对不对 好 那么也就是说我some的只有带yi的东西 我可以把y-bar看成一个concent 在这里 对不对 所以你是可以这样写的 两倍的y-bar some y-i 加上 y-bar的平方是每一次some都有一个 对不对 就是说它是y-1的平方减 两倍的y-1y-bar加上y-bar的平方 加上y-2的平方减去 两倍的y-2y-bar加上y-bar的平方 所以我i等于1到n一共加了几个y-bar的平方 一共加n个吧 对不对 就是说每一个some 每个都有一个 每一个都有一个 从y-1开始都有一个 到yn也有一个y-bar的平方 所以一共是n个y-bar的平方 就没问题吧 就说我把some给拆到哪里 拆到最里面 拆到最里面 好然后你看一下 some y-i跟y-bar有什么关系 看这一步 啊 y-bar是等于什么 y-bar是等于 n分之some of y-i 对不对 对吧 所以some of y-i是 n乘以y-bar吧 没问题吧 所以那这一步就是 所以那这一步就是 n-1分之1还是写在下面 specitation some of i-i-i-bar 好 减去 两倍的 y-bar乘以 n-y-bar 也就是2n-y-bar 2n-y-bar的平方 对对 好后面是加上 n-y-bar的平方 那么也就是 一共是减了n倍的 y-bar的平方 对对 n-y-bar 就没问题吧 好 这个时候 拆成这样 我们再把 y-bar的平方 放进去 ok吧 some of y-bar 在i的前面 就totally 直接在i的前面 而不要在i前面 还加上个 比如y-bar 加上个 z-z-z-z 等等等等 这样子 ok 所以每个some 都正好在i的前面 好 然后你再把它们带进去 那么 some of y-i的平方 你把它expectation 就可以放进去了 some of expectation of y-i的平方 对吧 好 然后再减去 n倍的expectation y-bar的平方 注意这个平方也是要 放在expectation里面的 expectation里面的 就ok吧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括号 把这个括号写成中括号 这个样子 y-bar的平方的expectation y-bar平方的expectation 因为expectation只能在加减上面 追上去 好来 我们一个个再来看 那么 expectation of y-i方是等于什么 每一个y-i 它的expectation都是mute variance都是sigma-方 对不对 那么y-i方呢 y-i方应该是等于variance of y-i 加上 expectation of y-i的平方吧 这个没有问题吧 y-i方嘛 对 y-i-i 方 好,再来,那么我给你expectation of y bar 的平方是什么,你可以把y bar看成一个别的random variable,它其实就是一个random variable的平方嘛,对不对,所以它就等于一样的variance of y bar加上expectation of y bar 的平方,那么重点来了, virus y bar是等于什么,应该是等于n分之sigma方吧,这个不要再忘了,千万不能忘,好,然后expectation of y bar 依然是mu,它们两个是有区别的,它们两个是有区别的,好,把这两个东西带回来, 带回来,那么这个式子就等于n-1分之1,这个一遍,sum of y i 的平方,i是等于1到n,从1到n,也就是说我加了n次,每一个都是sigma方加上mu方,一共有n个,所以是n sigma方加上nmu方,没问题吧,这个没问题, 每一个都是sigma方加上sigma方,好,后面减去n倍的,什么东西,expectation of y bar 的平方,那我刚写过了,n分之sigma方加上mu方,所以有些东西是可以消掉的, 一个有一些消掉的,n-1分之1,n sigma方加上nmu方,减sigma方减nmu方, 米就是 nμ方可以消掉了 所以剩下 n-1分之1 个n-1 乘以7个码方 对不对 所以就是 所以这个推导 还是稍微有一些难度的 会有一些难度的 那么这一块的推导很重要 从哪儿到哪儿 我给你们写 我给你们看啊 就是 我用这个笔画 原本是 some yi-y bar的平方 对不对 一直推导 some y 平方 减去 ny bar的平方 这块很重要 这里的some是在 整个平方的外面的 ok 上一个 这个some 是在整个平方的外面 而下面这个some 只是在 y的前面 ok 这样的东西是有本质区别的 所以从这儿推到这儿 这是一块很重要的东西 我们到 之后的时候还会经常用到 我们可能会经常用这个结论 因为很明显 some在整个平方外面要比这个 只在y方前面要难很多 对不对 你就算是你做exploitation也好 甚至做variance也好 做其他的任何动作也好 你把这个整个some全部拆开再去做的话 肯定要比这个要简单吧 对不对 要比这个明亮 所以一般来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 我们下次再看到它的时候 你要脑子有个印象 你是可以把它换成这个东西的 比如说你把y bar拆出来 变成n y bar的平方 n y bar的平方 那么推导过程 也就是中间这一块 先把它some拆开 ok 然后重要的是 重要的是这里 重要的是这里 你把some y变成n倍的y bar 这一步很关键 这一步很关键 然后你再把这两个合并起来 就变成了它 就变成了它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很长的一个推导 你可以看到我这个s方 也就是我的sample variance 注意 我这里下面的这个分母上面是n-1 ok是n-1 你想如果是n的话就不对了 n的话它相当于你最后出来 它应该是n分之n-1 sigma方法对不对 那么它就不是一个 unbiased的s-meter了 unbiased的s-meter了 所以如果我这里 但凡它要是告诉你 我说我s方向它不等于n-1 一般来说正常情况下 我们说sample variance的时候 甚至我们用sample variance的时候 都会用这个n-1分之n-1分之 因为它是unbiased的 它是一个更好的一个s-meter 对不对 好 但有的时候可能老师不是故意为难你 而它可能下面就给你一个 就n ok它没有n-1 它就是n 那么这个时候你要知道它是一个 它应该是n分之n-1s-meter 它就不等于s-meter了 ok它就是一个bias的s-meter 它是个bias的s-meter 甚至你可以把bias算出来 也就是n分之n-1cmple Sans 재미 是个负的 但是负的n分之n-1分之n-2分之n-1分之n-2分之n-1分之2 对不对 那么只有在这里分不上是n-1的时候 它才是一个unbiased的s-meter 所以一般来说 为什么我们这个s- harus问 n-1分之这个呢 因为它没有bias 怎么bias 向对来说是一个更好的 就是一定意义上来说是一个更好的 Istimator 去Istimator Istimator Istimator 所以让你证明一个Istimator 它是一个unbiased Istimator 的话就是这么去做 原理其实就是你把eficitation 算出来 只是你算exploitation的时候 可能会有些复杂 需要你做一些推导 把some拆开的这个东西 这个技巧你们一定要学会 一定要学会 可以看到some 能把它拆开 因为我们会经常用到这个东西 好 我们再看一道question 2 这是一道更没有那么抽象的题 它可能会有一些些 distribution啊内容在里面 看到unbiased的题目 外乎这么几种 要么让你说它是unbiased 并且让你把bias算出来 OK 所以 看一下这道题 你觉得是一道会 看到你 是一道会 有些什么 这道题 我可以试试 是一道会 那道题 我也是一道会 做了 你 在那里面 就会去看 看一下照片 想一想 A文應該不難 A文應該不難 先把A文寫一下 A文應該不解決 谢谢观看 好,我们来看一眼 首先它这里是一个 有一些些实际的一个题目 它说我这个ye到yn 它是这里的renovariable 好,然后呢,follow一个uniform distribution over interval θ到θ加1 那么这里的θ就是我们的 true parameter 先要找到parameter是什么 不然你怎么知道 你要跟谁去比,对不对 好,那么它现在给了你一个 s meter叫做什么 y bar,y bar是什么 sum of,n分之sum of yi 对不对,n分之sum of yi 那么也就是 这里n分之sum of yi 每一个y i 它都是uniform distributed 而且我们可以知道 expectation yi是等于 还记不记得uniform distribution 的expectation over一个integral a到b 它应该是2分之a到b 2分之a加b吧 对不对 那么这要是θ到θ加1 所以应该是2分之θ加1 这是expectation yi 就是每一个y 都是这样的 好,那么这个时候 它让你show that y bar 是个biased estimator 怎么show 也就是你想 你show unbiased 就是让它等于我这个sum 对不对 那么什么是bias 就是不等于吗 不等于你就把它的bias算出来 对不对 那么它的bias是什么 bias 才记得bias是什么 就是expectation 你的s meter 这里是y bar 减去你的true parameter true parameter是θ 你不管θ的 反正你就是减去θ就对了 对吧 好 那么expectation y bar 我们知道的 它就是我们正常的 yi的expectation 对不对 所以在y的expectation 就是θ加上1分之1 所以就是θ加1分之1减θ 对吧 所以我这个bias就等于 1分之1 bias不一定是个concent 像我们刚刚 这个virus里面的这个bias 我们刚刚说我这个 sample virus 如果分不上是n的话 我这bias是负的n分之sigma方 所以bias有可能是跟true parameter有关的 好 所以就说我现在我这个y bar 它是一个bias的s meter 好 所以有了b问 b问让我们找一个function of y bar 让它变成一个unbiased estimator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你要让expectation 一个function of y bar 我就写f y bar吧 要让它的expectation要等于什么 正好等于θ吧 对不对 这是叫做unbiased estimator 那你就自己去凑一个就行了 就比如说我这 你知道 expectation of y bar 是等于θ加上1分之1的 然后让你要的是θ 所以你就 expectation of y bar 如果减2分之1就等于其他 那么你这个2分之1可以放到expectation里面 对吧 那你这个方式你直接你就写 f y bar减2分之1 你就写f y bar减2分之1 那么注意了 有的时候我这个方式会比较 比较复杂 那么你要知道的是 function里面绝对不能出现true parameter 也就是说还记不记得回到我们原来 我们刚开始讲的时候 我这个estimator它是function 什么东西 是function sample OK吧 比如说我这的y bar 它是n分之sum yi 我这里的y i是我提出来的sample 对不对 你绝对不能 比如说 你绝对不能说我这个expectation 我这个function是什么 比如说 y bar加theta 这是绝对错误的 因为我虽然说是一个function of y bar 但你需要的本质上来说它要你找一个什么 找一个s meter OK吧 它本质上是让你找一个s meter让它是unbiased的 那你的s meter里面怎么可能出现true value呢 怎么可能出现true parameter呢 所以你这个s meter不管怎么变 你可以是y bar方 你可以是y bar加一个concent 你可以是y bar怎么怎么变 甚至两倍的y bar或者y bar加上某个yi都行 但你绝对不能出现的是你的true parameter 你是绝对不能出现在这个方式里面的 OK 因为它本质上是需要你是一个s meter s meter是function 你的sample OK 是function你的sample 也就是说 你就这样想 是你要得得到的数字 你要能得到的 OK sample是你可以得到的 因为你可以提取这些sample 对吧 你有这些数值 但是true parameter你肯定是得不到的 对不然你又不用s meter了 所以这个时候你是不能把它放到这个s meter里面的 这是你需要去注意的一个点 万一说它让你再去找一个别的function啊什么的 你别一不小心把你的真的parameter true parameter你都给放进去了 这是绝对是错误的一个点 OK 好 这个是我们所说的unbiased 第一个proper 一个 estimeter什么时候叫做unbiased 也就是说这个estimeter的expectation 是等于你的true parameter 等于你的true parameter 那么它就是unbiased 我们延伸出来了一个东西叫做bias 也就是说如果它不是unbiased的话 那么它跟我的true parameter里面应该有一个偏差 有一个bias在里面 OK 外乎这么几种提醒 true bias也好 正unbiased 或者就是让你找一个ass meter 让它变成unbiased 但是这种找的时候 然后一般来说都是有迹可循的 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这个 我们知道wibar它是一个ass meter 但是它有bias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上面做文章 OK 那么在这里我也是提醒你们一个技巧 就是说如果它让你找的是mu的这个ass meter的话 不管unbiased也好bias也好 你先从wibar入手 先从wibar入手 先看一下wibar它是什么bias还是unbiased unbiased最好那你直接就不用找了 如果是bias wibar是bias 你就在wibar上面做文章就可以了 OK 你不要就去一头雾水觉得说我到底用什么去来ass me我这个mean 那你要知道一般来说我们是从wibar出发去找我这个mute 我是从我的samblemean去出发的 好下面我们再讲第二个property叫做consistent 那么consistent呢会抽象一点不像unbiased那么就是明显我直接expectation等于我就去了 那么在讲consistent之前我们要给你们回忆一个 回忆一个知识点叫做converged improbability 我还记得什么叫converged improbability 应该是你们 我不记得你们20先生应该有讲过 他的这个definition他的definition呢看上去很复杂 你们的这个老师PPT上面也有这个definition 就是说什么limit of你的probability 我这个red variable减去 或者说我这个一系列的xi或者说yizi减去mute 大于我这个epsilon的probability等于零 这个limit的标准定义 一般来说我们真正做题的时候我们不一定我们不会用这个标准定义 去证明converged improbability converged improbability 我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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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一个random variable converged improbability比如说我去mute 或者说一个sequence 我一般notation是notation是一个sequence converged improbability to mu 或者说一个function sequence converged improbability to mu 那么我们一般就是这样写 一个箭头上面写一个p p的意思就是probability 这个对应的是因为我们有另外一个converged叫做converged in distribution 我们一般是一个箭头上面一个d 上面一个d 但是这里我们写的是converged in probability 那么在我下面写了在我们实践的时候也就是在我们做题的时候 我们用什么方法来证明converged in probability 我们不会用limit来证明 这个太复杂了 或者说这个没有必要 还要什么epsinal什么的 怎么来证明它是converged in probability 就两点 第一点 我在这其实写了 我给你们总结一下 这句话有点长 就是你的expectation是等于mu 其实就是我刚刚说的什么 可以说是unbiased expectation等于你的true parameter 因为我们下面要说到我的sbq 第二点是limit n趋向于无穷variance of cn 就这两点 只要满足这两点 它就是consistent 不是converged in probability converged in probability ok吧 就是这个是我们做题的时候 要去怎么去证converged in probability 那么为什么要讲converged in probability 因为我们的consistent 其实就是什么呢 翻到下一页 在第六页的上面 我给你们写的 consistent consistent的意思 其实就是 其实就是 就看下面这一行就可以了 我的assimeter converged in probability to我的primeter 上面这个其实又是把converged in probability definition 讲了一点 这又是definition 对吧 这个definition 跟上面这个不是一模一样吗 所以在concision旁边写一句就也不用写一句就是下面这个总结归纳一下 其实就是 现在是 希多 hat converged in probability to 希多 hat 是s 对吧 希多是 true parameter 希多 hat 是s 是 希多是 true parameter 所以consistent它的定义 其实就是 希多 hat converged in probability to 只是我们在时间过程中 要怎么去证,它是一个consistent estimator, 那么其实就是我们刚刚的这两条,我在下面再写一遍, 第一条,expectation of theta hat 等于 theta, 第二条,variance of theta hat, 是limit n 去向于无穷的时候, 我的variance of theta hat 要等于 0, 就这么两条, 就这么两条去,这个consistent, 那么有文员说,那我这个 n 去向于无穷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举个例子啊,举个很简单的例子,非常简单的例子, y bar,就是y bar吧,我们知道它是unbiased, 还是没有,对不对?那么我问你, y bar是不是consistent? 第一条,我们就一个个检验吧,对吧?第一条,expectation of y bar 等于什么? 就等于 mu吧,这个没有t吧?所以第一条卖组了, 好,第二条,我问你variance of y bar 是等于 n 分之 sigma 方,对不对? 好,那么limit n 去向于无穷的时候, 我的n 分之 sigma 方是等于几啊? 是不是等于0? 因为 sigma 方是concent,对吧? n 去向于无穷,分子上面是0, 分子上面是concent,分母上面去向于无穷, 所以它是等于0,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总结出,我说我y bar 是consistent, 就这么简单,因为我们一般来说我们的 estimator, 我刚刚又再重复一遍,它是我们的 sample 的一个 function,对不对? 那么既然有 function,肯定有跟 n 有关的东西, 当然不一定是有 n,可能它就是个 constant, 如果你的 virus 出来是个 constant,很明显它就不是, 就是 consistent,因为 n 去向于无穷的时候, 它也是个 constant,不等于0,对不对? 所以,它就不 consistent, 你比如说我另外一个 theta, 我说我 theta hat,variance 是等于, 我想想, n 位置 n 减一, 那么也就是, 如果 limit n 去向于无穷, n 减一的 theta 的话, 它应该等于, 它应该等于, 等于什么? 就是 limit n 去向于无穷, data 减 n 分之 theta 吧? 所以它就等于 theta, 不等于0,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我的 theta hat, 就不 consistent, 可能也不 consistent, 当然这个时候它其实, 你不用确认到第二条, 你第一条 expectation 就不符合, 但是,我就是这么跟你们说一声, 怎么求这个 limit, 因为你一般来说, 你这个 virus 里面都是会跟 n 有关的, 跟 n 有关的, 如果没有 n 的话, 那就是 constant, 那你就更加不等于0了, 对不对? 所以就是有 n 的情况下面, 你就去求一个 limit 就可以, 还记得怎么求 limit 了? 这应该是你们大一 calculus, 136,137的那种, 好遥远啊, 怎么感觉一黄眼已经要大死了, 好害怕。 好, 所以这是 consistent 的这个概念, 一般来说我们不会用这个, 它只是一个真正的, 一个 true 的一个 definition 而已, 我们一般证明的话, 就用这两条, 就用这两条去正 consensus, ok 吧? 这是第二个 property, 第二个 property, 那么你可以看到, concession 其实是建立在 unbiased 的基础上面的, ok, 因为它的第一条要满足, 其实你就需要 unbiased, 如果一个 estimator 它不是 unbiased 的话, 它就更加不可能是 consistent, ok, 可以有这么一层概念里面, 有这么一层概念, 有的时候它的 definition 也会这样写, 说一个 unbiased estimator 要 consistent 的话, 它就必须要 limit 去向于 0, limit varies 去向于 0, 这句话是对的, 因为它前提就是一个 unbiased estimator, unbiased 说明的也就是你第一个条件, ok吧? 所以有的时候也会这样写, 我说我一个 unbiased estimator, to be consistent, 要满足的是 limit, 我说我这个 limit, n 去向于无穷, variance 要, 这个也是有可能会这样写的, 因为它前提, 它的 assumption 就是他 unbiased, ok吧? 那么当你复习的时候, 你之后去做一个复习总结的时候, 记住的主要是, 你要记个大概的话, 你主要记得就是这句话, 就是直接就写, converging probability, 对吧? 就是说你在复习的时候, 因为内容到时候, 比如说, metermal, 或者final的时候, 你去复习的时候, 内容比较多了, 你要记的时候就记一句话, 就是我的这个 estimator, converging probability, to be consistent, 对吧? 你的unbiased 行业就是记一句话, expectation 等于 true parameter, 对吧? 就这么一句话, 这样子的话, 你的脑容量就不会记那么多, 你记consistent的时候, 不要记它的definition, 不要记它的definition, 就记converging probability就行了, 然后顶多知道一下, converging probability, 是怎么去验算的, 怎么去算的, 怎么去算的。 OK, 好, 我们休息十分钟, 然后回来再把最后一部分讲, 休息十分钟。 学姐, 你身边有朋友出33个位的吗? 33个位? 前两天, 之前倒是有, 但他估计已经drop了, 我在找人帮我双克, 结果现在到, 我之前是一个队友, 我已经找好队友了, 结果他又drop了, 他把整个cs都drop了, 就是他本来是csmajor的, 然后他把整个csmajor, 他觉得读不下去了, 他觉得就是, 之后啊, 因为你想他是major嘛, 其实我爱思考, 因为我就想劝他, 要把他换成minor, 他又觉得没有什么语, 他就整个都drop了, 因为major的话, 他其实要读很多编程课, 那是不少吗? 对,不少, 然后minor其实就不用了, 你有为什么? 我不是, 我是minor, 所以minor其实不用, 因为minor就可以读一些, 没有那么编程的, 就是什么logic啊, 数学啊, 我不想念那种编程很多的cs, 现在这样子来说, 好像对cs没有什么意义, 但是我想读更多就是data那一块的东西, 对,343就是, 对对对对, 所以我想读更多data那一方面, 我就不想念什么, 更多什么c啊, 什么什么什么, 上学济2017那些吗? 还好, 我还好, 但是就学的时候蛮痛苦的, 特别是我觉得final考的, 让我还蛮痛苦的, 我发了一种, 我发了一种都在担心, 我会不会被auto, 对对对, 炸了, 我觉得final真的, 你觉得207这么快就是, 你平常做的project assignment, 跟你自我考的是, 根本没有任何关系, 也没有关系, 但是你做的project, 他都不交了, 但是有人说, 可以把project写在简历里, 我觉得, 我觉得实在没有什么好写的, 有人说可以把207做的project写在简历里, 什么的, 没示范的时候拿来看着, 对, 就可以跟他说, 我们有这个什么, 什么teamwork啊, 什么来做到的, 我觉得现在, 我们今天要找不到, 我拿去做个点赛系, 然后不会写界面, 但我很担心, 因为他们, 很多人都说, 三四三十学期的老师, 非常的不好, 是上学期的老师吗? 是, 那上学期是分还好吗? 我只care这个, 我不care, 平常教的好不好, 没关系, 分好不好才是最重要的, 但是, 前提是他抗了十分, 那就还ok, 分好就行, 自学, 他的确讲的是, 就是这样, 而且, 我一开始, 都是上了早上的赛事, 我就很痛苦, 早上坐地铁去, 9点钟去上一个小时的课, 在坐地铁回家, 我感觉是不是脑子有毛病, 而且老师讲后, 结结巴巴的, 你知道吗? 早上上班的老师就经常就是, 女老师不叫Danny Higg, 不是不是, 不是叫Danny Higg, 讲话很快啊, 就那个是个女老师, 然后她经常讲话就是, 就是, 然后, 我就感觉我一个小时, 我就是浪费我两张地铁票来, 上这一个小时课, 没有任何的意义, 害怕, 而且还早上经常起不来, 我就真的不好, 所以我打算上晚上的课, 但是晚上他们, 反正他们就说三个老师, 没一个讲的好了, 就无所谓了, 现在是两二三, 好像有一个老师是, 好像是分时间了, 而且前段时间这个老师讲, 后段时间那个老师讲, 迷了, 就是出课为什么的意思, 不是有Winlis怎么出课位, 就现在Winlis好像关了吧, 对, 两个人越好时间我就要跟你选, 我就是等Winlis关了之后, 关了之后, 对, 那课关了, 那个Winlis关了之后, 还能引入, 可以啊, Winlis关了之后, 还有两个天, 是就是, 它还引入门, 引入门还没关, 它Winlis关了, Winlis关了, 对,就是所有人就是, 就是看到课位你就得抢, 就是所有人就抢, 我之前真的有一次, 我还没找人刷课位, 是我自己刷出来了, 我觉得我太牛逼了, 就, 那个课就五十个人吧, 然后, 然后, 我Winlis的时候二十多, 然后, 它Winlis关了之后, 有一天, 默默的拿起手机, 我想, 我本来来, 我本来来, 就, 上别的课, 什么课, 我都想好了, 我想说, 我最后再挣扎呀, 进去一看, 引入门的是四十九, 我当时整个人就是, 感觉自己, 就是眼睛是瞎了吗, 四十九, 就有一个人转发了, 而且没有人刷进去, 当时就赶紧, 赶紧, 赶紧刷进去, 真, 我三十九是最微微紧的, 啊, 真的, 我有朋友是很崩溃的, 就是Winlis排到一, 然后Winlis关了, 他就超级崩溃, 那个不是要先送, 先上那个, 那是三十一, 三十一要先上二十三, 三十三十九的课, 反正没有二十, 也没有二零九吗, 有二零九啊, 哦,你是上完了, 对, 我当二十九是很好, 但是, 但是, 你是Summer上了吗, 英文是, 二零七, 我上完了, 二零七, 我Summer, 我二零七是去年, 我Summer上完了三六, 你是大大大几, 我看, 这就迷了, 这就迷了, 那怎么会呢, 哦, 你是, 你是大一的Summer上了二零七, 大一的Winter上了二零七, 哦, 大一Winter怎么上完一期, 对, 就要先上掉, 哦, 第一期就上掉了一四八一了, 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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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对, 哦, 那, 那,那,那是应该第一学期就上一四八一了, 我有朋友在上三二零, 然后我引入不进去, 啊, 然后疼痛, 嗯, 嗯, 那你我也不知道什么啊, 我这学期, 还刚刚在上二三六呢, 哼, 还有漫漫长路让我走, 我二三六也在上, 嗯, 也在上三六吗, 是上, 对, 我就上了这学期, 下学期再上两名CS课, 那你是上两个Focus, 啊, 我还没下Focus, 反正上了他送Focus, 都得上二三一九了, 哦, 也是, 二三六这些期, 竟然, 不是Danny Hib的老头交了, 不是Danny Hib吧, 不是, 这些好像是两个女老师, 两个女老师, 好像是第一, 第一年交吧, 我上二三六的时候, 那两个TA交, 三个的时候, 那应该很简单吧, 就是那两个, 那两个老师属于, 那两个TA属于, 交的不咋的, 但是, Officer开的还可以, 然后减分挺高的, 不是说交一半跑了吗? 对, 教授跑了, 所以俩贴了, 交了四分之一教授就跑了, 然后还, 那两个TA开始, 他讲了, 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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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校36都拿投影仪, 就, 就老师直接在投影仪上手写, 就是他拿张纸, 然后在投影仪上手写, 而且他下面有答案, 然后他就拿另外一张白纸遮着, 我当时就想说, 老师能不能配个iPad, 就拿投影仪, 然后他指甲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你知道吗? 然后还图不一样的指甲油, 我当时整个人就是, 我的天哪, 不是, 是特别年, 特别年轻的女老师, 然后, 周围从糟老头子们里面解脱出来了, Pole Greece, 什么Danny Heap, 周围从他们手里面解脱出来了, 你是不是结果Joy leave? 我没有, 我还, 我还, 我还没说什么CS课, 26到后来学什么, 他现在一开学, 又在学Induction, 我165学了一次, 然后Mass里面又学了一次, CMass里面又学了一次, Complete Structional, 他后面应该是学什么, recursion, correctness, states, 学的都是学状态的, DNA, DNA, 跳圈难的, 嗯,就是诺态啊, 那还好, 本来还想学一节, 本来我还有一节, Biology 130的, 然后我上了一节课, 这不算有什么, 就是不用编成的, 然后比较数学, 那种, 346高数学啊, 我都学不动了, 我觉得, 我要, 我要, 我大四七上那个课吗, 还有什么课, 我还有两个CS课, 但我是F小编, 写作的课喜欢吗? 做的课, 好像, 三一吧, 对,三一八, 三一八, 三一八, 没有final, 没有final, 写五张, 写五张, 但是强制补补补, 他不是, 就是, 就是小的, 还是就是, 你是, 我们这些六个人一组, 然后, 五十是小组的, 五十是个人, 这么可怕吗? 然后每周都要教东西, 我想不到, 我大四上手的CS课, 我大四课的可少了, 我大四一学期就三个课, 然后还有两个是水课, 就, 就, 已经没有课了, 已经, 特别的, 修完了, 硬撑着, 上完最后, 我本来想, 早毕业了, 后来想了想早毕业也没什么事, 然后毕业游民就变成, 对, 我大四准备去拍他了, 我想, 可以使不少钱呢, 我想说早毕业就, 就变成毕业游民了, 所以就算了, 还是在小狗一年吧, 就慢慢狗一年, 狗一年是变成工作, 对, 很深奕, 就很爽, 就很爽, 发现又没有什么课, 现在特别爽, 想想之前每个学期五六门课, 我就感觉, 突然变成三门课, 都不知道, 不知道怎么上学了, 已经, 三门课也太爽了, 还有一门可以C2的那个, 因为我还有C2的右门, 我就感觉, 那不是, 那不是太爽了, 课也不用去说, 我感觉, 过就行, 过就行, 我就去打听一下, 有没有什么那种, 平常什么事都不用干, 考试去挑选择提那种, 那种课, 那不是很爽, 水了, 水了, 有没有什么适合B2的课, B2的课, B2的课, B2几啊, 不知道, 我说C2的课, C2的课, C2的课, 这很多, 我大一的时候上, 不知道为什么脑子戳了, 去上AMT, as apology, 那一百的时候, 又要写SA, 但还要考试试选择提, 我当时刚进大一, 还不知道多大的套路, 还去复习, 你知道吗, 还去刷了past test, 我连as apology的past test都刷了, 然后, 真的是什么都看不懂, 就是, 全是那种, 星星, 然后猴, 这个猴那个猴, 什么什么猴, 我当时整个人就是, 我想说这是什么东西, 然后他那个tutorial, 还有就是, 他有那种, 头骨, 然后就问你说,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东东人, 然后就看, 看他那个形状去辨认, 他是什么时期的, 什么什么, 当时上那个QT, 只有一个中国人, 然后, 全是白人, 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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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人类学, 把我给疑累, 我当时就是, 我为什么会来上这个课, 我认识, 就当时不知道哪个, 确诊人在写那种, 推荐水课的写, 对, 好像是, 还有一, 还有一确诊人, 写了那个, 心理一, 心理一百, 对, 也说是水课, 这是我唯一门, 超级CR的课, 还给NCR, 哈哈哈哈, 这么惨, 我觉得语言课, 语言课就是很烦, 就是你要, 老是要去上他的, 我大一还, 像我大一都上什么课, I apologize, spanish, 我大一还去上spanish, 一般CR是几样, 然后我就再也没CR, 我可, spanish是最后怎么样, 过了, 过是过了, 就是, 就是说不太好, 我感觉, 他们都说, spanish已经是, 已经是语言课里面给的最高, 那我当时, 那我当时, 那个老师可抠了, 特别的抠, 然后, 还要让我们, 就可烦了, 又要去tutorial, 又要去lecture, 然后, 又要录那个video, 然后又要复习, 然后还要背单词, 我想说, 我都上大学了, 竟然还要在这背单词, 还背的是西班牙语的那种, 我当时真的是很崩克, 而且还要录video, 录video就, 就, 就很迷, 然后我们当时有一个, 小组找了一个特别负责人, 有一个同学, 非常负责人, 然后还找了一个他, 墨西哥的朋友来帮我们, 叫, 叫别音准, 当时我说, 同学你就, 就交了吧, 就别了, 就可以了, 我还有事了, 然后找那个墨西哥的人来, 跟我们说, 这个应该怎么念, 那个应该怎么念啊, 我当时可崩溃了, 为什么我大意上的特就感觉很坑呢, 而且我当时, 我们上那个来吃那老师还特别的, 特别的负责人, 然后, 然后每次上学之前, 就是要把人拦在门口, 然后你要跟他对话, 就是对话完一波之后, 你才能进到室, 当时每次是, 上完我的Mask, 一顿猛跑过去, 然后站在门口跟他对话, 然后, 废了, 我真的是废了, 现在已经什么都不记得了, 现在已经什么都不记得了, 我真的有同学, 上完Spanish100之后, 就进了Spanish的Major, 我原来是一个现在, 对, 这个念Spanish的Major, 我当时, 就是, 迷了, 徐万亚, 徐万亚, 徐万亚与Spanish, 我推订, 我推订你, 上PHR45, 上PHR45, 啊, 24, 不知道那个, 但是, 但是, 但是他们说, P1225, 可以回国上手下, 有一个可以换P1225, 这是B222的, B222的, 有这个课题, 好像今天换叫做, 对对对, 他们, 他们自己拿那个话, 根本我就不讲, 喊张, 不讲, 超级水分, 讲什么呢, 有点像165, 165和最后, 前面那些东西, 罗杰哥那种, 就只讲这个, 只讲这个, 只讲这个, 一个一个, 或者讲这个, 又是一百个学, 不是一百个学, 不是一百个学, 就是, 难道是霍前飞, Union Intersection, 就是那种, 就是, 就是这个推那个, 对对对, 对对对, 给你推, 来回推文的, 对不对, 那就是137, 就是一开始, 学的那些东西, 其实, 没上过去, 反正, 我就和165这样, 学的很像, 教授, 我当时教授说了, 又早上上课, 教授说, 我给你录视频, 你们学什么, 学CS, 学数学, 你不要来上课, 你们在家看个视频, 打80分, 把这个位置留给那个, 学哲学的学生, 说他们的学哲课都过不去, 超级有意思的就是, 教授, 每天都在讲笑话, 我就开始开始, 他本来是学哲学的, 他其实哲学的, 他这话偏理, 理合的哲学, 哲学学学很难, 平时, 但我们学教的可简单了, 他们说, 就回国特殊, 特殊, 那个完全真的不, 本身就不, 2011, ASC, 这世纪大水课, 世纪大水课, 哇, 我101真的是什么都没看, 我没有101, 对, ASC真的是送你, 这是什么, 天文, 天文, astr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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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是你, 他课上有那个clicker答题, 你只要看着微信就行了, 微信答题, 全力报答案, 然后结果有一次一个大, 最后一天看那个大老师错了, 然后那个老师吓了一跳, 因为发现好像, 错的人, 错的人居然有, 之前本来都是千多个人里面, 800个人对, 然后那次是800个人全错那种, 哇, 中国人都错了, 好像一半一半, 我觉得600多个人, 那么多人, 康浩的课, 康浩的课, 我当时, 我当时大一上, A&T的一个是康浩, 然后你知道吗, 我们那个老师上A&T的时候, 他是PPT会过, 但是他不让我们拍照什么的, 所有人拿着笔记本, 在那打字, 你知道他一翻PPT, 你就看到整个康浩, 整个康浩就是, 所有的打字的声音一起响起来, 然后, 然后我们还打的慢, 然后我当时还就是, 我们还要几个人做成一排, 然后就开始打一部分, 对, 就是一人打一部分, 然后后来就有人敲咪咪的做康浩三楼, 就是最最顶部, 然后再拿去, 拿那个在那录, 在那录, A&T是康浩能做版的, 我靠, 这么可怕, 我们当时只有第一节课做版了, 后来再也没有人去, 到现在, 到现在为止, 康浩三楼都找不到, 天, 现在这里我是去上课, 应该有A&T一个, 对, 不是可以有Riff花水吗, 但是Riff有时候会不会, 感觉康浩一课都可能, 说我没有做过做, 好, 我们继续讲, 我刚刚讲了两个property, 对吧, 然后我们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叫做massive moments, 什么东西呢, 它其实就是, 怎么去求我们的assmeter, 就是说, 我们的assmeter有好几种, 就是说, 这是一种叫做MOM, 我们一般, 简写叫做MOMassmeter, 就是massive moments, 这是一种求assmeter的方法, 因为这些, 你想我们求mule, 我们要assimatemule, 我们用xbar, 对不对, 然后比如说我们用sigma方, 那就是说我们的这个virus, 我们用samplevirus, 对不对, 那对于我们一般来说的assmeter, 我们就不知道要用什么东西来assimate, 我们求不出, 我们不知道怎么来求这个assmeter, 所以我们这边要介绍两种方法, 第一种叫做massive moments, 那么它的做法, 首先我们来看一眼的一个notation, 把这里的这个mk把它划掉变成xkbar, 我们一般可以用这个来notation, 做一个notation, 把下面这个也是xkbar, 先介绍一下两种notation, 首先muk, 也就是expectationofx的k次方, 这个是case moment, 这个在我们248里面, 在那个moment jam function的时候, 我给你们说过的, 对不对,expectationofx的k次方是case moment, 这个是我整个distribution的case moment, ok,好,那么,那么来, 我们的sample的case moment是什么, 我们的sample的case moment是我这边写的xkbar, xkbar的意思是n分之sumofx的k次方, ok,讲xbar是n分之, 比如x1加x2加到xn, 那么x2的平方,x2bar就是n分之x1方加x2方, 一直加到xn方,ok吧, 是这个意思, 那么xkbar指的是n分之x1的k次方加到xn的k次方, 这个是两个notation, 那么在这里我在中间给你们写了一个加了引号的等号, 是什么意思, 其实这个意思就是说我用sample的这个case moment, 去asme我真正distribution的case moment, ok,case moment, 好,这个是一个原理, 这是一个原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 我给你们写一下真正的做题的步骤, 真正做题的套路呢在下面, 三个步骤, 你可以把这三个步骤先抄上去, 我来解释是怎么去做的, 怎么去做的, 就是说,比如说我现在要asme这个parameter叫做mu, 比如说我这个parameter叫做mu, 好,我就从eatsmoment开始算, 比如说我的eatsmoment expectation of x, 它的确是一个function of mu, 什么叫做一个function of mu, 就是说我算出来这个东西里面是带mu的, 它不是一个concent, 或者说它不是一个其他的一个parameter, 它就是跟mu有关的, 好,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跳第二步, 第二步呢其实是多余的, 但是我在这儿只是这么写, 就是说我的k次在这儿就是一次, 你要这样写, 就是说k次是等于一次, 这个意思其实就是这样写, 就是k等于1, 就是提醒一下自己现在k等于1, 好,完了之后, 第三步是最关键的, 我们把这里的fmu换到前面来, 把它带上mu hat, mu hat, 也就是说比如说本来啊, exploitation of x是等于, 比如说, mu加1除以mu加2, 我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我算出来exploitation of x是mu加1除以1加2, 好, 那么第三步的时候我就把它变成mu hat加1除以mu hat加2, 等于, 等于, 我现在, 我第二步告诉你了k等于1, 对不对, 所以这儿就是x, x bar, 因为x的, 我知道应该是这样写的, 嗯, x的, 好, 完了之后你就可以把这个mu hat解出来, 最后一步是把mu hat解出来, 比如说我这边比如说mu hat加1等于, 什么x bar乘以mu hat加2x bar, 对吧, 所以是x bar-1乘以mu hat等于1-2x bar, 然后你就可以解除我的mu hat等于1-2x bar, 除以x bar-1, 所以你这个asmator就出来了, 它就是1-2x bar, 你除以x bar-1, ok, 其实这是三个步骤, 我们再来重新比一遍, 第一步, 先从第一次的moment开始算, 一般来说一次moment可能就已经可以了, 不需要到二次moment, 当然有特殊的情况我们都会看到, expectation of x, 你算出来是一个function of mu, 比如说mu加2分之mu加1, 完了之后, 第二步, 我告诉你, 我说我k等于1, 也就是说这个的1是什么, 这个的1指的就是我的一次moment, 也就是说这个的意思是告诉我, 我一次moment的时候, 我的这个expectation它就已经是一个function of mu了, ok, 好, 然后再回到第三步, 把它们两个颠倒过来, 把function of mu里面的所有的mu都换成muhat, muhat, ok, 好, 等于什么, 这个时候你就把expectation of x换成x bar, 换成x bar, 也就是我这儿的一个等号, 你们可以这样去理解它, 就是我如果把xk次方跟expectation of xk, 画一个引号等号等话, 我这个等号都是带引号的, 那么也就是我的这个mu hat, 方向mu hat可以跟方向mu带等号, ok吧, 这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expectation of xk次方我算出来是fmu, 那么我的fmu hat就可以隐约的等于xk的bar, 而这里我算出来k次等1, ok吧, 咱们这样有关系, 好, 那么你比如说我们的x bar, 它其实就是一个, 你可以说它是mom estimator, 因为我们一般来说, 你想我expectation of, 我记得旁边, expectation of x不是等于命吗, 对不对, 所以就是已经是第一步了, 第二步,xk次方这边是等于一次, 第三步,mu hat就等于x bar,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mom estimator, 这个就是我们怎么去求mom estimator, 这个的三个步骤, 三个步骤, 记住这个套路就可以, 记住这个套路, 让你求mom estimator, 好, 我们来做一下practice, 做一个练习, 做一个练习, 看好, 对应好上面的三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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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试试一下, 非常简单, 外面的三个步骤, 位置全体也接近, поз目前同时点它是增幅, 在一个练习, 我们开始来试试一下, 和租联的吃饭, 谢谢观看 来我们来看第一步 我现在是random variable y 对对 我第一步先算我这个distribution里面的所有的y的expectation of y 因为我们是从eats moment开始算嘛 对不对先算eats moment 好 expectation y等于什么 在这里呢没有那么明显 它直接它给了你一个pdf对吧 好给了一个pdf那很简单 你就integro嘛 y的范围是0到1 对吧 还记不记得expectation怎么算啊 是y乘以f y对吧 这里的这个given啊不是我的这个不是conditional random variable的意思啊 不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因为我这儿的theta是一个true value OK它不是什么它不是一个random variable是true value OK所以它其实就是你的y的pdf pdf它虽然写了given它这里的given的意思就是说根据每一个theta的值不一样我的y的pdf会不一样的但是theta的本质上来说是个true value OK 好所以 d y random variable是y random variable是y 好写一下0到1 theta加1乘以y的theta加1字 d y 也就是0到1 theta加1乘以theta加2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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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以theta加2字对吧 好所以它应该就等于theta加1乘以theta加2 没问题吧 就没问题吧 好所以这是expectation why 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关于theta的function对吧 所以我们不用再去求它的二次moment了 第二步 我先首先我判断一下我这儿是几次moment 是一次对吧 我一次的moment就已经算出来它是一个function of theta了 我们要的就是parameter of theta嘛对吧 就是asmeter of theta嘛 所以k等于1 也就是说你可以这样写xk bar等于x bar k等于1的意思 也就是说我这儿下面要带进去的是x bar 而不是就是x方bar x3s bar x4s 对吧 现在是x bar 好 第三步就是什么 把它们调转一个个吧 对不对 我theta加1除以theta加2写前面 是theta加1 它就等于x bar 最后你再把theta求出来 我theta加1等于theta加1x bar加上2x bar 所以1-x bar的theta就等于2x bar减 所以c的还是等于2x bar减1括 所以你解分的话 所以0x bar 没有问题吧 所以这个东西这个整个function of x bar就是它的mom2x bar Method of Moments 因为我知道用的都是Case Moments Case Moments 所以它叫Method of Moments Method of Moments 就是算MOM Math Major的一个方法 不难吧 就是把这三步 第二步可能有一点让人费解 但是你要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其实就是做一个提醒的一个作用 因为这儿你要看它是第几次moments 算出来的是一个方式的形态 一次这就是X bar 二次比如说你EY 比如说你算出来是Consept 没有形态 你就要继续算EY方 直到你算出来这个东西 这个moments是一个方式θ为止 那么这个时候的这个moments 次数就是我这儿的几次 OK吧 好我们往下看第二题 往下看第二题 这个是一道比较笼统的题了 就是没有上面的那么好算 是一道比较抽象的题目 它其实就是让你去求Mu跟Figma方的MOM estimator 你们可以自己先求一求试试看 算一生 嗯 嗯 嗯 自己先算一遍 其实这是两道题啊 因为它有两个CMU和Sigma放 所以你要求这是两个MOM 可以写在左右两边 我们可以先来看 就是MU 这没错吧 第一步已经出来了 那么第二步 因为我一次moment就算出来了一个关于parameter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这儿是xk次 bar 应该等于x bar 对不对 好所以第三步直接MU hat就等于x bar 对吧 所以这个很简单 它的moment就是x bar 这个是关于mu的 那么关于sigma方的有点特殊 我们来看 第一步你依然是从一次moment开始算 你发现你的expectation of x是等于什么 对于mu 跟sigma方有没有关系 没关系 对不对 你现在的parameter 你每次都要注重好你的现在的parameter是什么 这是你的parameter 是stigma方 对不对 所以因此没有关系 我们要算二次 expectation of x方 它应该是等于expectation of x的平方加上variance of x 对不对 好 expectation of x是mu方 expectation of x的平方是mu方 variance of x是sigma方 所以就这个时候到二次的时候才出现了你的parameter 所以第二步 xk bar应该等于几 应该等于x方bar吧 对不对 这边的k应该就等于2了吧 因为你是到第二次moment的时候 才算出来了跟你的parameter有关的一个function 好 所以第三步 来 你就是要把我的这个parameter都变成s meter了 那么这里呢 如果你的mu已知的话 如果它告诉你是个concent 比如说我没有前面知道左边的道题 而它告诉你mu对于3 mu对于4 mu对于几的话 那你这个mu方 你可以就直接写成这个concent 但是一般来说 比如说我这mu它自己本身也不知道 OK 那我就用它的assimeter去代替它 也就是我的x bar的平方 加上sigma方hat sigma方hat 你别管它是什么 就写sigma方hat 因为其实我们mu 我们也要写mu hat 但是我现在知道mu hat是等于x bar 所以我们直接写x bar的平方 好 这我就写sigma方hat 要等于x方hat 所以我这个sigma方hat 也就是sigma方的这个 variance的这个assimeter 应该是等于x方bar-x bar的平方 OK 所以哪个是assimeter 就是后面这两个东西 它就是你的mom assimeter 你们可以检验一下 你的assimeter里面 应该是要么concent 要么是跟sample有关的 那么这里是不是跟sample有关 是因为x方hat 是可以算出来的 你只要有什么 你只要有每个xi的值 对吧 你把每个xi的值平方一下 加起来除以n 是不是就是你的x方hat 对吧 好x bar的平方 也是可以算出来的 你只要有xi的值 你都可以算得出来 那么检查第三点 有没有true parameter 这不仅仅是说 sigma方而已 也有可能是 比如说这里 你如果想要把x bar 直接变成mu的话 你要确保mu是已知的 OK 如果我这儿呢 比如说我这儿的mu 它就像我这道题里面 这个mu 它是未知的 它也是 unknown的 它一般人会用 unknown来表示 但如果mu也是 unknown的话 我们也要用x bar来代替它 因为你要确保你的assimeter是 有一个sample 你都能算出来 OK吧 你怎么就检验你的assimeter 给你一个sample 给你一组数据 你要把这个值能算出来的 如果你算不出来 你比如说我这儿 硬要写成减去mu方 而我的mu又 unknown的话 说明它是算不出来的 那就有问题 assimeter里面 是不能带有true parameter的 不能带有true parameter 所以这个是一道题 是说我的二次moment 我的二次moment 我们再做一道练习题 momassimeter还是一个 这段时间来说 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题 我们之后会学到一个更难一期的 然后我们就会把它抛之脑后 因为觉得它太简单了 但是现在为止 我们还是要多练习一下 做一道这个题目 这个时候就要考验你这个expectation 把你这些distribution的expectation 记清楚了没有 记熟了没有 对吧 我在试听的时候 给你的那些distribution里面的expectation verest 尽量都记在脑海里面 不要每次都去翻啊 怎么怎么样 去找一些事情 去找 vomelessship 这道题应该也不难 好 给你们一分钟一起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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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就这三个步骤,把每个步骤写出来就可以 第一步求 expectation 从 each moment 开始 expectation of x 那么在这里的每个 x i 它都是follow一个 exponential 对吧,permission 是 theta 那么 exponential 它的 expectation 应该是 theta 分之一 OK吧, theta 分之一 所以 exponential 它的 expectation 是 theta 分之一 好,那么 那么第二件事情 case moment 那么我这儿因为它的一次 moment 也就是 expectation x 它其实就是一个 parameter 的一个 function 对 所以我这儿就直接用的是 x bar 直接用的 x bar 好,第三件事情就很简单 你就把你这个 function 里面的 theta 都换成你的 estimate 就是 theta hat 1 over theta hat 要等于,就等于 x bar 对吧 好,所以你就再做一个调整 但是你就可以得到 theta hat 是等于 x bar分之1 c bar等于 x bar分之1 所以 x bar分之1就是你的一个 estimator 所以这个做法应该是不难的 那么这里我要跟你们重新一遍这个 point estimate和 estimator的识别 我们刚刚算出来的都是叫做 estimator 为什么 因为它都是 function ok x bar分之1也好 这个 x bar 减去 x bar平方 这个 1-x bar 2 x bar-1 都是 estimator ok estimator 它都是 function 那么point estimate 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这儿 我说 x bar等于5 让你算point estimate oh theta 那么怎么做 就是把你的 x bar等于5 带进去 ok 这个时候你应该算出 theta hat等于2乘以5-1 除以1-5 ok 当然这个值可能算算不太好 但是无所谓 比如说它就是 负的四分之9 对吧 它就是一个point estimate 它是一个具体的数值 具体的数值 再比如说下面 再比如说这里 我告诉你 我说我 我的这个 x bar等于3 ok 它的point estimate theta 就是theta hat等于3分之1 ok 这个是数值 所以你是要先得到estimator 然后把具体的sample的数值带进去 得到的是estimate estimate estimate 是一个具体的值 是个value 没有问题 没问题吧 那么 嗯 最后的最后有一个property 要跟你们说一下 就是说我们的 在这儿我应该写了 MOM estimate produce 出来的永远都是consistent的 estimate estimate 就是说 这些estimate 只要是MOM的 一定是 consistent的 这个呢 这个呢 其实就是一个law of last number 也就是converging probability 的一个 呃 性质 一个性质 你们只要记住就可以 就是说 它有的时候可能会考选择啊 判断啊 这些东西 比如说MOM 一定出来是consis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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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这样一个关系 MOM 它就是produce 出来就是consistent OK 好 那么我们今天就大概这些内容 我们整个来梳理一下 其实我们今天就讲了两个property 和一个算 estimate的方法 对吧 两个property是unbiased 和consistent 那么unbiased 非常简单 expectation of estimate 就等于你的parameter 就是unbiased 对吧 好consistent converge 你就记得是theta hat converged in probability to theta 就OK 记这样一个点 然后具体的 扩展到里面 你怎么去证明 consistent 证明的方法就是 两条 对吧 expectation 等于parameter 也就是你的unbiased 那么第二条是limit n去向于无穷variance 等于0 n去向于无穷variance 等于0 只要满足这两条 这个就是consistent 好 然后我们讲的第三个重要的点 是怎么去找mom asmeter mom asmeter三个步骤 对不对 第一个步骤 根据几次moment 去找关于parameter的function 那么这个几次moment 在第二个步骤里面 你要给它写好 如果是一次找出来的 你就写xbar 二次找出来就是x平方的bar k次就是xk次的bar 好 所以第三步 你就把你的这个function parameter 给它换成function asmeter 对吧 然后就写成xbar 或者x的k次方的bar 然后你再把你的newhead 它具体的导出来就可以 具体的导出来就可以 所以这个是三个东西 那么我们下一节课的时候 可能会继续讲asmeter 和剩下的两个proxy 所以我们今天就差不多讲到这里 我们这节课有录屏 应该录成功了吧 我回去如果好的话 我就发到群里面 我会发到群里面